家門口遭到一名男子 泼氣油縱火 造成他全身90% 二到三度灼傷 而縱火嫌犯 他本身也遭到了火吻 藏領了兩個小時 才被逮捕 夫妻兩個人慘遭火吻 妻子全身90% 二三度灼傷 生命垂危 救護人員趕到現場 立刻將傷患 緊急送醫 不樂關 是哪一個不樂關 爸爸 媽媽 因為高雄岡山的這間民宅 不管是鐵門 還是天花板 全都被大火燒成一片焦黑 屋主尋名水電工 妻子平常會幫人收金改運 兩個人和鄰居相處融洽 想不到卻遭人泼汽油縱火 全身燒傷 17號晚上6點多 當時婦人在住家的神灘前 等待著預約改運的民眾 想不到對方一出現 就拿出汽油泼向婦人 隨即點火 屋主聽到慘叫聲 上前幫忙 結果自己也被火燒傷 而嫌犯跑到公園內 躲了兩個小時 最後被里長發現行蹤 發生什麼事情 當下我們都不在家的 就只有他們三個人 還有一個小朋友而已 那小朋友也沒辦法講 那小朋友才五歲大 家屬接到消息 難過痛苦 現在只希望夫妻兩個人 都能夠平安無事 而警方也已經介入調查 要釐清嫌犯泼汽油的動機 到底是為錢 為情 還是有其他的原因 記得宋德威 理事前 SNG小組 高雄報導